我自己個人當然是希望在決賽遇到閃亮 因為我之前在閃亮大概三年 所以我也希望他們能夠達到好的成績 但最後冠軍還是我們的 就三等三人這個要準備往上去夾 直接進去 直接閃現躲掉了對面的勾索 勒命的操作跟這個反應 剛才從線路回來現在又得回家 中路的兵線虧了一大波 下方位置卡塔跳了出來 用Q鍵拉到閃現 卻把珍娜給拉了回來 Herson交了閃現 所以是往後拉 沒有問題竟然沒死 不過後面有個跑很快的人來了 有了有了有了要過來了 被視野給看到了 小兵給了視野之後衝了出來吸了一口 你對上來說第一次跑皮散 第二次跑就要殺了 可是第二次跑他沒殺到人 然後還掉了這麼多兵 然後反正對方的中路有一波 可以看你下來的 閃現直接點爆了 直接消失了一個Herson Herson以為對面跟你打個玩笑 你在旁邊看著你而已 只要後面早就有個吸鬼在等了 那中路龍獸幾次的跑線 漸漸的壓力給不太足 6等了 有機會 小五先給 這個效果 點人要燙死了 他這個血池 被一杯子刮到這邊可以輪上 往上走 小五這個失誤自己的上路有點小危機 就是兵線壓了進來 布洛莎是還沒有交大 6等直接衝了進來 後面還跟了一個Kaps 二的教授大絕 火元素過去之後 直接把自己給黏死了 過去的話應該差到61波左右 而且這個線是有 我剛剛看有稍微斷住一下 喔不是狠狠狂是掠死者 閃現了Kaps 往前閃 剛好是落在了小虎的懷抱 被札克給留住之後 布洛莎正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救這個人 喔這個推的很不錯喔 Kaps的一個光陰推得很好 推到了布洛莎的位置 布洛莎把對面打了幾下之後 再交閃現拉掉 喔Kaps的是Juke啊 哇這波很猛欸 他是先 喔這邊直接傳了 有沒有夾子 有 那這個夾子可以直接勸推了 夾錯邊了 夾錯邊了 直接踩到 明掉倒了 他的夾子沒有效果啊 這波是UCI的失誤啊 而且布洛莎還在追 珍娜上路趕來 這機會是有辦法塔殺頭波 哇可惜 不演了不演了 直接出來2開打 欸可以吹一下吹一下 珍娜被留住 CC限制 拉開之後扛了三下打 再做了一個盾 後續跟閃了布洛莎 距離差一點腳太短了 被留住了 Q去斷那個2的R2 他沒有斷 反正他撞出來了 這直接要殺了 沒了 布洛莎走過來 差一點點點 點燃還是點死了 鞋子反身 是把小武給拖了進來 搭配後面的一錘cap 在光陰 真的是現實的社會嗎 達克在手上面已經蹲點 準備可以推他 推他 回車推到 不過還是被CASA給留住 閃現的CASA 帶了一個大包裹回來 先生先收 沒有閃現 一個龍包裹 有沒有機會收 用解釋 躲掉對面的一個暈眩之後 收下人頭 不過 布洛莎是並沒有回頭 連續普攻 把水晶穿字 直接穿掉中路小武 很早期的蝎子 直接是把自己的水晶給拉出來 龍收飛下來了 往下要住 雷密 第二次的雷密 雷密看到前面有個火元素衝了過來 想要推 沒有辦法被3人直接包死 CASA跳了過來 也無法阻止 血鬼 但是扎克要反蹲 CASA要反蹲 直接撞到 不過勾射還是出去了 火元素從後變過來 人間重擊下來手段之後 QG有拉到 小兵想拉過手段了 想有沒有機會 沒有事沒有大的 扎克在前面被暈眩到 不過自己的一個彈跳 還在跳出去之後 惡犬的開團 往前四流出了 龍獸 不過龍獸不怕 回生再一個回頭 技能交關的RNG 五人 且戰且退 看起來沒有想要打的一個想法 卡丹這時候又拉了一個 夠往前跳 偷到了這個瘋龍 還順勢流出了前面的蝎子 過來 交出閃線 真大催起的大絕 抵掉了吸血鬼的大 前面CAPS想要嘗試輸出 不過前面對面可以勸退 雷密還在前面 在持續抵擋之後 CAPS交出閃線 但已經進出了這個UTI的位置 卡丹要死了 右邊小腸是擊殺了 BREEPL的這個卡丹 成功是把卡丹給帶走 哇 在前面 再一個進場 BREAKS開始秀了 把對面全部勸退之後 右邊 Q不中Q不中 斬過的一個4塊已經消失 又Q不中 趕過來要翻 直接給點燃 直接點燃爆發起來 想要吃 吃掉了 小五並沒有死活了下來 後面趕過來 CAPS先給Q進了想應 不過後面小五已經來了 二人的火焰柱也直接命中 直接把龍獸給流出CAPS 被嚇了虛弱之後 保護掉 給了一個光陰 但小五並沒有被吹到 在前面直接一個爆開 有機會被翻盤 後面 又飛了 叫人過來了 用柱子 又死你過來之後 撞了一個急飛 後面坦可奇趕快 這邊要開巴龍了 一定要開巴龍 呼吸鬼和札克也在 真的啊 欸 真的啊 被抓到了嗎 小心一點 你可以在龍池裡面 在龍池裡面 看好位置按R就好了 這個速度其實沒有很快喔 右邊位置卡米爾已經開大 被三人給夾起 這次要倒下了 卡米爾沒了這一波 八龍 四比得吃 有沒有辦法吃掉 八龍血量還有一千彈 一千 九百 九百最後是非 克薩拿走了 好啊 菩提克這一波 兵敗如山倒 哇 這波是把自己的一切血本都虧掉了 菩提克處理太糟了 還知道夾子了 哇被虎獸夾 虎獸夾 夾到了 還好凱特里沒追 這個珍娜去哪兒 沒有沒有凱特里還在追 他漸漸包抄過去了 沒有沒有 吃兵比較重要 吃兵比較重要 還剩一個珍娜 還剩一個珍娜 珍娜還在跑 好了最後 湯克奇也夾得過來 氣象主播 去哪裡呢 去哪裡爆氣象呢 現在已經到了法國 我們準備環遊世界了 右邊有人來阻止了 看來是這個護罩沒有過關 要閃現要閃現 在前面被流速 吞了回去啊 這納肉應該是香的 這根性借你這塔怎麼守呢 夾子放起來 夾夾陣 哇兩邊正在比拼速度蟹鬼 已經回去 這也讓上路的安全人員 人數比較少了 右邊直接一樁卡片 被流速跳起大絕 流速蟹鬼 蟹鬼這還有一個血池 完全不怕你 進入了地面 在暴死你 在上路的位置開啟團戰 傳送過來 想要嘗試進攻但殺不了 UJI會被提拼還要跟這手 KASA跳起來接一抓 是被抓走了KASA 進場被打成了四塊 不然IP一永和上 想要嘗試守住KASA 沒有機會 KASA倒下之後 機會結合黑夜神 直接閃現響流 不過UJI又被小明的直接 對話給救起 不論是這手抓狂條 最大的一個WQ 還有機會繼續追擊 人類重機嚇在UJI身上 他直接交出了水 那個加護者被撤退 不過被UJI的紅包補 給流速 自己在自己的槽子 朝龍這邊沒有辦法跑掉 這個門面了 這邊點塔 中路進攻 凱特因為不在 這個塔順勢就融化了 左邊KASA拉攻 不過這拉攻位置有點難開 二陣的時候從上彎過來 這一個撞 直接留住 珍娜吹了大不到一秒 直接被秒了 龍獸被留住 前面還有坦肯齊的一個坐車 交出驚人的KAPS 叫著隊友趕緊跑吧 然後讓你的隊友好好開八樓 但是他被抓了 後面吸血鬼現在看 看到了一個勾射出來 沒意了 這個勾射 等於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有沒有機會 暴死對面 先用大決躲掉了火元素 再交閃線拉開 但是這一波 Fanatic不能動八樓 真的假的 現在又是直接包抄 一個龍獻衝擊 又是衝到Briple被留住 左邊位置已經開啟了八樓 這一次Fanatic能不能順利拿下 札克正在看 正在看後面TP也要跟著走了 TP準備下來 這是一定得下到的劍場 哇這個戰場裡面 先不要打 先不要打 扛不住扛不住 札克跳了出來 不過安軍人並沒有想要接手這一個巴龍 這邊讓卡蜜爾推上就好 龍獸可以回一下 反正他一技能回來很快 但這邊被接手的話其實 有點危險喔 龍獸剛剛唱了一下 呂扣追到要趕緊回來 魔力不太夠了 這一個巴龍 安軍是要吃到底的 因為沒有吃到底的話 卡蜜爾接下來的下一波分推 是守不住的 札克選人先跳出來 大概二的一個CC技能想流 箭子已經先融化了 怎麼回事呢 Rex也沒有一個前排可以幫助他 卡蜜爾在鼻地 現在是看怎麼樣回程了 安軍要怎麼回程 小虎出來 左邊位置卡蜜爾直接出來 要留改大 小虎給留住 小虎是有驚人 直接開大之後 血池爆開加速驚人 等隊友這樣大局回一點血 不過大局的效果沒有很好 用閃線雖然沒有躲掉 前面位置珍娜已經消失 這一顆進攻沒有阻止到別人自己 反而是倒下又在位置 正好不過超級小兵擋在了安軍面前 安軍無法輸出趕緊私人撤退 卡蜜爾正在BD進到別人的一個家中 先把兵線給帶光 這邊沒有兵啊 哇這邊進來有點 有點沒什麼效果啊 BREPO 要趕緊跑 不過這位置跑的距離不是很夠 一個倒藏腿 但還是被人給留下 回不了頭被打出了天使甲 後面還有夾子在等他 起來最近踩了一個夾子嗎 喔沒有 但是還是 現在安全人又來了 這時候看又要拚重擊了 卡蜜爾就在你面前拉弓跳了進來 他們重擊BB 又是卡薩 又是卡薩 又是卡薩拿到了 我的天哪 BROCKS還在這次掉了兩條龍啊 他們也根本沒有進場的機會 這UC還有GA 這波小兵衝了進來 拉一個 二先開一個大 這一個拉拉的卡薩 卡薩在用大卷回去 直接把他帶了回來 這一個位置 Fernandic身邊1分為2 不過其實位置沒有合理 下邊打倒了 這一個進場 BREPO很好 不過GA起來之後 因為站上很高 結果拉開之後 可以直接倒下 在前面位置 扛了很久 小武阻止了Rex 輸出一個聚集進來 閃現過來 HERX擋住 那比賽可能要結束了 右邊位置還在嘗試繼續燒熱的 BREPO無法阻止 RG拿下這一場比賽 RG還在2.0的Fernandic 雙人組無法阻止 而且真的還已經倒下 比賽要結束了 DoubleQ 落在小武手中 RG2比0 Fernandic 在這一次的一個優勢局中 還是吞下了派張 我覺得如果Fernandic 連今天第二把的 這一種局面 就是 你有一個無敵分推位 然後你有還有這種 邊線支援角 你都贏不了這個系列 都贏不了這一個 這場比賽 我會覺得你這個系列賽 要贏的機率 可能比你去辦499的機率還低 你知道嗎 那是真的低了 真的 我看到你躺在門口了對吧 所以你去排隊還不一定可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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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